請起立 請起立 騎著 請坐 各位動心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我們手的齁 有這一份 有不 如果沒有的時候 要跟班長稍微討一下 這是齁 兩千多年前 韓非子 法家韓非子下的 四十七種 蒙國的徵兆 就是一個國家 會行 會夢 到底有什麼徵兆 那那個 日齁 比較粗的是我反應做漢日 我們現在是八月日 那如果 寫得輕的日齁 是它的原本 它的原本 我 不能說我反應在中 所以你自己要看原本 還要減 反應起來 這四十七種的王爭 說給大家聽 有什麼重要性 這是說一個國家 要行 要夢 在兩千多年前 韓非子下的這個 這個問題 但是各位 以後都是民進府的大臣 都很重要的 單位主管 你這個單位 會行 還是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跟這個 或多或少有關聯 你愛的影響 影響去看 去找 我今天要成功的事情 就是為心理因素 我們來講起 國家會行 會夢 心理因素 來講起 我們現在 我們最熟悉的一個人 叫做 酒介酒 這個 他的事 說給大家聽 大家聽到 就知道 我們頭部裡面 有多少本所在 這個 這個 他 他的將管 和美將管 按例是說 黃埔軍校 沒多久 報索 說 不管共軍 國軍 都是中國軍 你們看得到嗎 沒有 有 到底是在說什麼 說到有道理嗎 有 因為 都是由黃埔軍校出來 啊 到底黃埔軍校 所以我就去研究 黃埔軍校是 誰人建立的 不是酒介酒 是 是 索連拿錢出來 說到索連 索連在 一九一七年 列寧革命成功 創立了 索衛愛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就是共產黨的 創始 他覺得這個社會主義 消費主義 超好 他要提供到全世界去 所以 下兩年 第一九一九年 成立一個 叫做第三國座 各位不知道 有一個叫第三國座嗎 我都知道也沒有 第三國座就是 專門 是專門 訓練 外國人 來實現 共產主義 所以 各地的時間 我們 東歐 亞洲 很多國家都變成共產國家 所以 這個列寧 第三國座 很重要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一九 一九年 以後 到民國 十年 就是一九 二一年 共產黨 台灣 陳獨秀 成立 中國共產黨 在北京 陳獨秀是什麼人 是一個學者 他感覺這個共產黨很好 成立 成立 這個共產黨 這個 到十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 孫中山要挖住 他 發表三民主義 他說三民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 這幾個 有聽到的人 欺負手 齁 齁 那不是 不是只有我來講 就是 也不是只有我看到的 是 很多 過去 文獻 都有寫出來 三民主義就是 共產主義 你不要聽說 嚇一跳 這就是 頭部裡面 有本書 沒有本書 自己知道 那是 跟我說 我頭部聽 你齁 你齁 頭部裡面是 有本書在的 齁 那三民主義就是 共產主義 啊 這個 索連說 這樣好 你們中國齁 發生什麼事情 中國 會國父誰人 隨身上 那本書 武昌旗 武昌旗 這樣就成功了 胡說八道 中華民國的成立 是 原因 是因為 袁世凱 掌握了 軍權 軍事政兵 成功 武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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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孫中山在 支架哥 在 喝少許酒 他沒有在中國 怎麼會說 那個叫做 國父 不對 但是 因為他說 三民主義就是 共產主義 所以齁 索連齁 感覺說 這個孫中山可以支持 齁 他說 中國這邊齁 就是 說到這個 袁世凱 齁 壓心擴大 他做了齁 總統 我們本來說 南京成立 臨時大 臨時大 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 我們 後來 那怎麼會贏 袁世凱說 在北京 就去北京 說 國獨就定在北京 我們北京選 袁世凱做 中華民國 第一任 的 大總統 所以這跟 我們做敗的 有相當的差距 袁世凱做大總統以後 壓心更大 想說要做 紅帝 所以 有一個叫做紅線稱帝 但是 他這個碰土地名 沒有幾天就死去 五幾天就死去 八十幾天就死去 一個人 做到一個 第一 頂端的時候 常常會做出一些 你 雙人所無法了解的事情 我們現在說 真正正 這個 第一 蘇聯 感覺說 順領才可以支持的 所以 拿錢出來 生在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 然後 供應 所謂供應 武器 武器 清智 要再供應一項東西 薪資以外 錢以外 要再供應 所謂供應 來 來 工黨 來訓練 啊 叫這個 順領山 你去找一個人 來做校長 去找 順領山 是五百半的 這個 軍事長領 欸 但是就發一個 以前 發那邊 日本水賣的那個 叫他來 因為這個 叫中介州 有一個好處 中介州 喔 日本 只要 讀不好 就回去上海 回去上海 開一個 國標行 到店 走路 走去 更長 這個時候 剛才 督到 順領山 會 他 順領山 喔 在 准定 不走 喔 他 陳炯明的大廣 都沒有中的地方 不走 啊 就去投靠 嘿 這個順領山 看到 說 欸啊 你是讀什麼 我說 我去讀什麼 好 長得一表人才 就在那邊 順領山 腳踏起來 在頂頂的店頭 跟他合照 啊 其實旁邊還有其他人 啊 啊 這個 這個 攝影的處理喔 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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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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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說 我叫 我叫 九戒舅 去莫斯科 受訓 啊 九戒舅 就去 莫斯科 受訓 回來 就避著黃埔軍校的校長 啊 啊 鎖連拿錢出來 到武長 祝恩 祝恩來 所以 黃埔軍校成立的時候 就是有共產黨 跟國民黨 啊 國民黨 給你主政 喔 啊 共產黨出錢 出力 啊 由 共產黨 開始出法 啊 這個時候喔 民國十七年喔 北伐 喔 北伐的時候 在 順領三營的死了 啊 打到人不怕去 欸 中國 沒有對著什麼戰役 沒有什麼偉大的戰役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要知道 中國軍喔 很辣 啊 這個 黃埔軍校 是 鎖連告官加出來的 喔 這很用 這用的程度喔 是 是中國軍的 軍如果北強啦 不是說 我憑你比較好10% 跟你拚 還是我憑你比較好20% 不是 我是憑你好20% 三倍 所以 沿路都沒有戰爭 江南 都沒有戰爭 就走到 南京來 欸 這個時候喔 心理變化 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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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喔 注意看 這個 順龍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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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練人喔 大鬍子 啊 這個 這個 就走到 齁 所以你就知道說 陸軍軍官學校 它位置是在黃埔 所以叫做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就叫做黃埔軍校 啊 現在陸軍軍官學校 在 在 在南部 也有這間齁 叫做陸軍軍官學校 齁 這張照片是 開幕那天齁 的照片 齁 啊這個 這個 順龍山齁 齁 四顆後 啊這個 台湾就 去 九個月 六顆 九個月 六顆之後 已經打到南京來了 啊這個時候 北風的那個 東北的這個 的 軍防喔 抑制 就是說 啊 我沒辦法跟你拚 我跟你們拚 你們拚的那個 那個 機子齁 齁 齁 那時候是 叫做五色旗 齁齁 齁 換你們的機子 跟你們感覺 啊 導航 齁 齁 啊 所以 欸 所以 野心 大起來 做一項 事情 做一項 什麼事呢 齁 野心大起來 做一個齁 把 恩人當作仇人看 開始 開始 清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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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聽到嗎 就是 要清算 共產黨 啊 共產黨是他的恩 恩人啊 就開始清黨 我講得真 齁 跟你過去 所了解 有什麼是 很大的区別 啊 我說得更對 還是 你 相信你頭角 裡面的更對 都不對 跟台灣人無關 跟台灣人無關 齁 但是 我講這個 我這是 我心理因素 要來講 這個 漢高祖劉邦齁 他平民起家 啊 做到皇帝後 殺掉他的這個 功臣 韓信 齁 明太祖朱元璋齁齁 也是平民起家 殺掉他 所有的 功臣 啊 可以逃離到 他的摩檔之外 齁 就是 一些勤輸齁齁 知道說 這個 沒空的 比較快選 齁 像我張良就選 齁 齁 啊 這一樣齁 這一樣 這個 這個 發生在這個 軍台 就是在 酒界酒齁齁齁 大廈工程 跟這個 共申宗台 叫做 美其民 叫做清黨 齁 說得很厲害 齁 實在 大家都 了解說 差很多 啊 這個民族的座人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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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說 他有這個 政府是 因為 孫中山 他 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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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孫中山 命是國父 萬一 這樣來 所以你現在 知道說 啊 孫文 也不過是如此 而耳 齁 齁 齁 不必要這樣 尊敬 別看著我們 做修學生 以前說 孫中山 都要 修得這樣 立正 還是怎樣 齁 這是 我們現在說 漢民族 的國力 怎麼會衰退 應該齁 這歷史的發電齁齁 西方和東方差不多一樣時間 可能西方平東方比較早 因為埃及人是5500年前就發電 西伯萊文是4000年前就有西伯萊文 漢字是3000年前到有漢文 所以中國的歷史是有3000年的歷史 但是我們的頭角裡面是冠公五千年歷史 那些神話故事也算再來 加兩千 所以五千年歷史裡面有兩千年歷史 胡說八道 什麼 什麼 黃帝和赤油大戰 還有指南車 還要走來走去 那都是胡說八道 沒有那個事情 沒有那個問題 但是 有那個團算 那是神話故事 喔 聖經裡面 有裡面 有很多 的地方 我們沒辦法解釋 我們沒辦法解釋說 這個 聖經在說的 是神話 但是如果有文字的記事記錄的時候 欸 聖經都記錄很正確 喔 沒偏袋 喔 但是中國的歷史齁 在記錄 就不是這樣 喔 都偏袋 喔 跟好人齁 講做壞人 跟壞人講做好人 啊 我本來不是研究歷史的 我特大大上學學 啊 就本來對歷史有多有差別 對歷史 大家閉嘴後 欸 居然發現說 吳鳳是 假的啦 但是我有去這個吳鳳廟咧 啊 人家原住民村喔 說 叫一個吳鳳村 說 我們不叫吳鳳村 改名 欸 所以你想想看 吳鳳是什麼 多大的官 是芝麻豆的官嘛 啊 就可以嫁了 啊 如果比較大的官咧 他的故事都是假的嘛 他真的情況齁 你要去疑問 所以我不願 我不會做一個傲人 我不會說 我頭部裡面都放了本書 所以我就自己研究我們的台灣歷史 研究台灣歷史 所以頭一本 我就有價位 為荷蘭時代下去 荷蘭時代下 叫做核聚時期 台灣時期 這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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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 賣了一空 第二本 荷蘭時代 正式王朝 正式王朝 滿清巨臺 二一三 那滿清巨臺 就是 日巨時期 偉大的台灣人 台灣人多有偉大 其實很偉大 但是我們都說了 我們都一毛不直 齁 其實齁 愛賜 愛賜 怕死 愛賜水 齁 是長三人 不是台灣人 啊 現在去讓人 跟他說 台灣人 愛賜 怕死 愛賜水 齁 其實不對 這稍微插一個故事 有 日本人在一百中五年 派軍隊 北白川公能久秦隆 為歐队領留 歐队領留之後 派來台北山 順順離離 很順離 但是從台北山出來 哇 就 慘了 剛才台灣人 滴股島菜都給你審 審七年耶 審到自己的時候 這個 那個時候 台灣 乾坤最擁的 就是 黑騎軍 黑騎軍 你繼續看歷史 知道 哇 他很勇敢 跟法國人在做錢 黑騎軍的領袖 劉英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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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日本人做錢 說 叫英國 英國 英國領事館的人 來台北 跟北白川公能久秦隆 說 要跟你們賺的是 台灣人 如果我們當山人 沒有要跟你們賺 他說 如果要導航 北白川公能久秦隆 說如果要導航 你 你就要去 你把劉英鋒報道 去跟他講 去跟他講 他就叫人去 跟陣地司令官講 陣地司令官講 欸 要導航可以 來跟他開 讓你導航嘛 不可以說 你叫一個人來 來講 就準備好了 不行 老英 聽到口裡 嗯 不是誰 就放棄他的子弟兵 化宗做阿婆 為 鞍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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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 所以現在阿婆浪工這句話 現在發展了 說要走 好浪 好浪 你要浪 阿婆人說要走 你會浪 什麼 欸 浪滾 那個 因為阿婆浪 就是說 老英 化妝做阿婆 為工廠要走 伙工廠要讓一個 不能走 對 這就是 這個民族生 民族生 這個 日本人 來打台灣 發脾 台灣人怎麼這麼 這麼奇怪 跟中國人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去調查,做一份臺灣舊貫調查 這份子現在還有在 舊貫調查,這份子在導致貫也還有查 這份子我看到 這份子把臺灣人奔罪兩種人 一種是兩三人,一種是奔土的臺灣人 跟我們現在的people on 臺灣跟 people of 臺灣 意思差不多啦 本土的臺灣人 就是拿帝國道菜都在拚 那如果當山人是愛錢,怕死,又要賣水 要賣水 那他們發見就是一件事 這個北白川公仁久親王一來 頭一任的總督 跟在台北市 在大方法院旁邊有一個 這十七年剛才建後的孔子廟給他聽信賞 這個孔子廟聽信賞 當時是孔子廟有什麼路由? 孔子廟沒有路由也聽信賞 日本人這樣聽信賞 這個 調查出來說 在控制 中國人的最大的法報就是英國 孔子廟 孔子廟 孔子廟這套理論來孔子廟最好寫 所以這個 想要再訂去孔子廟 但是不再去 等到一區二五年 再叫孔子廟 去孔子廟 提名82歲 然後去孔子廟 跟孔子廟 跟孔子廟 你去孔子廟 孔子廟清楚的人 人是要怎樣能活個孔子 孔子廟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這是什麼意思 做君的 沒輸 做兒子對老爺的孝順 跟做行對 你的君的忠誠 是一樣的 所以叫做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對嗎 這句話對嗎 好像不對 但是你有幾個老爺 你一個人而已 你一生中只有一個老爺 但是你有幾個君 可能那個君五十個 四十個 三十個 也有三個 你對三個君的孝順 孝順五百個 所以歐洲 世宏 世宏 我看到這個 教會的歷史 就是說 當老爺帝國 兩千年 中國這邊 差不多一百多年就換一個條帶 他怎麼有兩千年 一個歷史 一個條帶 原因就是說 所有的國軍 要超級二十歲 會生、淹、淹、煮、煮 都可以做 所以一台就團一台路 還有其他的事 我們來講 這個蒙古人 不是中國人 蒙古人 蒙古人 跟這個 跟這個人 奔罪蒙古人 蒙古人 蒙古人 是說 脈手有色的人 我們現在是說 頭髒有色 金色的 這是脈手、色的 不一樣 漢靈 漢靈 是 是 是 金朝統治下的漢族 跟女生 渤海 高麗等人 跟男人 男人 其實就是 漢族 他把民間的 職業 本來是十頂 一官二利 最好的就是官 第二就是 做官的利 三征四道 第三 做下 五公六農 七一 八唱 八唱 就是 妓女 第八 九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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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意思 九乳 不如 妓女 那叫做 特孔主 是九乳 九乳 十次 最乳 做七次 九乳 九乳這項 現在也有在流行 這個人是臭老酒 我聽到嗎 齁 臭老酒 就是說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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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極的 漢人 那族 在 蒙古人 其他人 等於 自己 偏 為所欺負 憑姬女 還不如 齁 不管 他妹 所以 會得吃臭老酒 就是酒 酒乳就是臭老酒 蒙古人還有一種,我先說一下 蒙古人齁,他們靈靠不太多,但是他們征服了全世界 可以這樣說,到陳吉思汗死,所以要停止死亡 陳吉思汗,如果沒有死亡,他們就一直打,打到大西洋也不可以打下去 他整百年在打,蒙古人跟人口有很多 絕對沒有,他怎麼有辦法供應那麼多士兵去打 他們有一種叫做胸中帝籍 今天要打,叫做長子西征 都是家的老大,都來來來去見 老大見了就是斥子西征 然後去建築,你更加外用 你太四十歲,你先讓太四一歲,國力也會削弱 但是啊,在本土的這個女婦人齁,人數還要這麼多 現在老大去出征,老大四十歲,老大的母,最老二要照顧 照顧的意思是什麼?就是給他生兒子 生兒子是老大的兒子,正是老二的姓 老二去見,見世之後,老三就繼承兩個太太 他變成有三個太太 這是一種他的文化 欸,你不要像我們這個文化 在酒調的時候,上週的時候 在中國也是四 형這種 叫做胸中帝籍嘛 我們只是概率說 王衛 孤孤世紀,兄弟來接 但是連太太也接 這是蒙古人的那個,心率說 說給大家了解這個 母系社會 母系社會 這裡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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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 我們有些人齁,統治台灣的方向齁 就把你混化 混化 混化 用一個分類界度 什麼叫做分類界度 就是讓你 讓你 讓人和客人去台 叫做明克鬥 讓你成就人和全就人去台 張全鬥 還有現級鬥 姓氏鬥 客客鬥 客家人和客家人相待 還有原住民 職業團體互鬥 跟你混作滾 給你 讓你賣場 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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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通治就好 我通治台灣很簡單 那通治的時間 他還要求三年 萬俊的人來台灣做刀喔 只可以做三年 本來,本來這個,萬中,時農來佔到台灣之後 這個康熙皇帝就知道了,就說 台灣乃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去之無所損 他說,台灣就是屁太大,敵到不及什麼 所以,打不及也沒關係 這個康熙皇帝怎麼說這種話 有道理啦,他的道理在哪裡 因為萬中人一六四十年,正關了後 一六四十年,萬中人的領口 連十五人算錢來,小孩算錢來,是六十萬 但是,當時的漢林領口,有九歲金的六千萬 六十萬跟六千萬是差多少,差一百倍 六十萬就六百萬,又多一個口子六百萬,又多兩個口子六千萬 那如果再加一百萬,再加一百萬 那他領口不到1%的萬中人來通過幾百倍的地方 發育就發育了,所以在台灣得之無所加,去之無所損 在台灣也沒有在什麼,去之無所損 不在台灣,但是西隆喔,把台灣已經開發的土隊 一萬八千家,中間的七千家土隊 第一,自己的六個下去 第一,外國啦 這個外國先的,就,嘿,不在台灣 不在這條這個管理齁,這條這些土隊齁,要不然要怎樣 所以建議皇帝 派來台灣的兵 只能做三年,三年刮啦 所以我們台灣說,三年刮,兩年刮 三年的刮,兩年落地就抹抹抹抹抹抹 三年刮,兩年刮 三年刮,你就要回去 讓你不在台灣死軍 還不能帶母子來 所以我們台灣齁,我們比不足大量的混血 大量的混血,我們禁止漁民 禁止漁民就是,漁民齁 禁止漁民幾乎,你就沒辦法坐大臣來 所以就坐睡臣 睡臣,雙腳黑漁民重新扁 所以我們有一手繡右就說 wealthirty六死,三老一回頭 各位十幾到台灣、六四暇老二้ 三月到喜歡,水死後 三個老在台灣,就是一個回頭 十幾六死,三老一回頭 這個就是家旗的情形 他完全就是這樣來統治台灣 所以促成台灣人 今天這個我們的血統裡面 百分之八十五是病不足 太平定國的聲望 太平定國 他是 這個黃秀泉看著一分之 這分之其實是 聖經還是覺得不錯 所以他自己自稱天地 他就是牙縮的秀庭 這太平定國 這用牙縮來做錢 這世風世界的人看得到不錯 就來調查 牙縮調查說 這個禮婆 所以沒有支持 所以 英國、法國沒有支持 所以牙縮失敗 沒關係 但是 我們今天講的重點就是 法家 這是中國獨門的一種 一種人才的造船 法家 好 春秋 春秋建國時代 軍館是核心 好 阿 法家認為 人性惡 才生法度 生兒有奢望 才有 生涉全馬 以致盜肥 必以律法而後正 重點 重點是 人性本惡 我們的心來 跟我們都想到人性本善 但是 法家認為 人性本惡 所以 所以 他強調 就要用 法律 制度 來抑制 超過一切 一切 一切方法 你不能說 沒有法律 所以法家 因為人性本惡 所以就用 法律來制裁 法家強調 要 君主應該用法 術 事 三個來做 做基礎 來做 所以這叫做 帝王 集法 因為你現在 醫藥官會下的人 也是 要運用這些事情 因為運用這些事情 成功的人 就是 商鞅變法 廢井田 廢井田 古早 好的 井田制度 跟以前 很好的 制度 他說 不行 不可以用這種 因為 背後的人 中間 那塊土地 這塊土地 下去種 自己的土地 都種得好小 中間那塊 亂七八糟 這塊土地 改 商鞅變法 哪有法度 秦國 統一六國 那要統一六國 在歐洲 沒辦法出現這種人才 在中國 出現這種人才 這是法家 現在 戒毒遵守舊規 不正視 因十字變化的重要性 會讓祖盡 逐漸走向苍老衰亡 會讓祖盡 逐漸走向苍老衰亡 他有法度 通一六國就是法家 法家到底有什麼好處 这个是桑阳的朵皮 这个朵皮是草来的 桑阳一世公孙 秦国的时候封在桑意 在桑这个地方,所以叫桑阳 他卫国,这个卫是保卫的卫 所以叫做卫秧 有一次,他在丞相公孙座的加成 卫国宰相的丞相加成 但是公孙座打扁的时候 卫王来看 卫王看说 身体什么样 实在是身体不好 他说,他推荐了 卫王請你要赢 重用赢 这是全世界第一等的人才 但是卫王亥陶 亥陶 亥陶他说,好 你如果败英也沒關係 你败英也要他太子 因为这个人如果老去北国 北国去攻略 就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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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丞相 等 等 國王照料就叫 桑阳去 跟桑阳说 我一定要先君后臣 我先要对国家效忠 你 我跟国王说 重用你 那如果没用力 就跟你败习 我看国王不败习 會跟你败习 所以你可能走 那卫王说 不用走 他如果没用我,不重视我 就不会败习 所以 结果呢 魏国君王 这丞相世了 也不败习 也不重用位秧 卫央转 尚央转 转到秦国 再让秦王升上来 去秦国的时候 跟秦王公說三遍 第一遍說地道,鳳姐聽話這句 第二遍說王道,鳳姐聽話這句 第三遍說霸道,要阿霸 聽得很開心 第四遍寄民,數日不厭,說君阿江 還不會討厭 就重用三遍,實行變法 這是三遍的 但是,這個叫做法自弊 到買手齁 全國升聖起來 但是,它升聖是建立在什麼 很多 本來在這裏利益的人 的利益頂頭 去讓這些利益去分配 再去國家代表嘛 所以齁,我們 國王四遍後齁 秦孝公四遍後 這些國王的本來得利益的人齁 自然齁 借機會 借口 把三遍拿起來 三遍 躲膨 他走到一個月下要睡 叫月下給他房間 月下說你拿身份證拿來 他說他不可以身份證 他說不可以阿 上央有規定阿 你如果犯什麼罪 我如果自己容納 我就會被犯什麼罪 我不會再收留給你 所以,叫做法自弊 賣手機 讓人拿去 拿去之後,用個策略 他觸犯,用個策略 什麼叫策略 策略就是說 一個人 五隻買 一個白頭 兩隻腳 兩隻手 都一個 一個 一隻 當時 五隻u 五味粉絲 五味粉絲 五味粉絲有兩種 一種是要多人 很完心 一種是已經死去的 听話上央是 ふく第二種 就是說已經死去 生活深漆 这个讲义里面有47条 就是这个韩非子下的 韩非子是280b4 就是2200 92年前出生的人 他是罚家的学者 他反对儒家的理 他说这个儒家,这个理没差 维护贵族特权的理 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维护贵族的理是不对的 所以 你要知道 这个社会没说名 就是某种小数人在中大大利益 不然现在 现在18% 只有特定的人选 少数人得到特定的人选 就是同样的 法律有什么作用 定分指针 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分 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 他说 他说 有一个 一只拖子从彩旗那里走 让大家来立 立这只拖子,谁就谁人的 但是 一个 一段的拖子 整百只拖子在那里 你要不要去拿 因为 整百只拖子 是这个人的 有所有权人 你就不要去拿 如果没有人的 我们就要拿 这是法律規定的 第二的作用 心功俱报 心功俱报 鼓勒人 立战功 法家认为人 都有耗力误害 因为 耗力误害 所以抓河的人 很辛苦去抓河 走到那里 不在意 生理人 也同样 为了利益 所以 人生 有耗物 有耗派 所以 人 有法度去治疗 有法度去管理 所以 不法股 不群金 你注意 以后 你的管 很多事情 不要说 以前就这样做的 以前就拿十八坡 现在也要拿十八坡 不群金 就是说 你自己要有创造力 你不要说 以前就这样做 以前就有規定 说 终金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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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做 真 罢 符合 这尊社会的 事情 这样才对 好 十一 而自不义 者乱 他把守旧的儒家 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什么叫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就是说 有一个人 做产人 做产人 在做产的时候 一只肚子从旁边去 走很快 撞到手 分 就把肚子抓起来 哇 天啊 又有这便宜的事情 一山路 不要做 不要做产 只在那边担兔兔子来拢 兔子怎么又来拢 守株待兔 这是 很愚蠢的人 你不要想说 一只肚子拢 一只肚子拢 都会拢 都会拢 给你 享受 所以这个法家的人物 商鞅 圣道 圣不害 所以 所以 他说一些事情 主要是察觉 你要去法家 防止犯上作乱 维护君主的地位 有一个 生不害 这是在韩维相 持久年 是以树 撑住 春秋时代的人 现在说韩维子 韩维子的生平 因为韩维子 有人说他有口吃 说话不清楚 他跟李思 李思是秦国的丞相 都是寻职的学生 当然 他在韩国做 撒族 让韩王 韩王看不下去 但是秦王看到韩维子之后 不得了 这个人知道 叫来叫来 所以发动一场战争 去打韩国 韩国说你要做什么 我要抵韩维子 韩维子给你 韩维子就来秦国 到秦国之后 就跟李思 有点冲突 李思说 哇 韩维子 比较厉害 所以 刺激 台式 把韩维子害死 陷害 陷害 似义 似义者 似义者 似义 似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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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刑法 不可以说 因为它是贵族 你就不去刑行 刑不必大乘 賞善不宜匹夫 就是说 你要公正 你不可以因为 他是 王太智 你就不去刑 那 实行重罚 这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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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吼 民政府 这个秘书長 说 以后不用设监狱 不是使用 就是打屁股 屁股 变形吼 变形 我看那上面 是很可憐 哇 那一瞬一瞬 吼 那不知道 整个国家 才疑得好 那也免疫 那疗疗得好 疗疗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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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用变了 这个 新加坡在社会 变形制度 所以 新加坡 治安很好 啊 如果现在变形 来台湾社会 台湾 提安也很好 手术代表 这刚才说的 悔疾技衣 这是说 你如果有打拼 你就要去给他先看 烂鱼充素 烂鱼充素 是 说一个人 不能奔笛子 但是 国王很爱 听这各队的 做笛子 他就站在里面 接下来 垂垂笛 其实也没出事 分了好几年 现在国王是 我帮太智来做国王 太智做国王 太智 他没有一堆人 他一堆人 一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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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堆人 在公里白混了 那么多年 只能来领薪水的 这叫烂鱼充素 老马仕途 老马仕途 老马仕途是 这就是 怎么走 要走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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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这也是法家 这都是主张 言行为治 还有 礼礼 申不害 商鞅 他在勤效公司实行变法 信赏必法 以为治道 圣道韩非 韩非 收儒家荀子的性恶论 道家老子的无为 人的行为多从 施己、利己 为出发点 所以人性是恶的 这点大家要注意 人在做事 施己 施己 都为了自己 利己 对自己有利 做出发点 所以人性是恶的 实行法家的主张 以法为教 以利为师 是法家的理论全面实践的推行者 这是理师的图片 这些都是以后的人去罢纸 这些人去罢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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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的,為什麼你們有法度可以統一六國 你就要運用法術,法家 我們要代理我們的公司,我們的國家 要怎樣代理給他們好事 用這個家庭用的方法,同樣來用 這三方變法的細節,我都不再說了 它實行廢除分封制,定連作法 廢景田 種農異商政策,它當時農業 統一渡量痕 統一渡量痕,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到了秦國的時候,才有法度 統一渡量痕 秦國以後,所有的國軍都沒有人去統一 到佛蘭人來占台灣之後,我們台灣 用台書,用台軍 比較受到平,中國書 比較重視,中國軍比較重視 因為台灣書跟台灣軍有公正 我們每一支書 每一支書 每一支 親親要處理的時候 都要警戒公正的單位 政府政客 所以賣說賣你的一支書 自己賣的另外一支書 自己賣的比較長 自己賣給你比較低 做那個情形就沒有了 所以 用這些書的人 就是因為為台灣出 台灣人 社會方面 小家庭制度 一戶裡面有兩個孩子 兒子到立戶年齡 你還沒法治的時候 加倍徵收戶口稅 禁止父子兄弟同事居住 父子兄弟 就是大家庭 不贊成大家庭 不贊成大家庭 要賣的下庭 臨散文空清的時候 一七八七年 萬清分作三樓 不贊成大家庭 在屁東 那個地方 比農六櫃的地方 南路的人 在賣 但是 那時候 有這個 六堆 那時候那時候 六堆的人 去去 他就是 我 是過我代名 他叫做義民 那 我去不安清那邊 沒有 我去台灣人那邊 其實 不安清這個 就是 客人現在 一樣 垃圾區的官員 也是在那裡 那時候 我去不安清那邊 所以 莊大田 背負受敵 所以 他們就來 說六樁 就是 六堆的地方 這六堆的人 就說 哇 這個 莊大田 要來打雲 你快點來救 完全還不可以救 所以 背負受敵 所以 這個 做廖別的下場 齁 清滿清 清滿清 月明之義君 食負其酒 這個時候 有人 給我一首詩 你別 別做一首詩 在改國 美人垂株連 身作醋而美 但見淚痕時 不知心恨誰 因為 六堆的人 是台灣人 台灣人 但是 他 又挖萬清 挖萬清 結果萬清 又不去插衣 結果人向台 不知道 但見淚痕時 不知心恨誰 你不知心恨誰 是要去 自己帶的人 所以這首詩 就是一個代表 所以 這是 這是說 義明啦 但是現在有一種 新的客家人理論 就是說 我住的台灣 這個土地 就是我的 我就是吃的人 吃的利益 就是我的利益 把台灣當作自己最終的戰 這樣 這是新客家人的理論 不要再去 創這個義明 因為 義明廟 不是說 只有客家人 有 這個 將軍人也有 有義明廟 全軍人的義明廟 也有 但是 行為的都不會王 都沒有人要去拜 只有 現在 還有一個幸福 就是客家人 還有一個幸福 但是 要去穿錯 你這個 是不對的 這個 行為 定吉隆 就是一個 很 很 很標準的 料別 他 他 放棄手 仙霞 仙霞 然後 為什麼 放棄 人家說 欸 我 欺負三省總督的姻 給你 等你 他就 背叛明朝 去 外去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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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跟這個 伯洛 伯洛就是 萬青的 總督 折見為門 碰飲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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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 阿去北京 阿去北京 後 轉 下 十七年 陰道 再依靠 一天之內 被人家殺光 被萬青殺光 以 莫須有的理由 好 來看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到了 好 好 好 啊 你們知道 老白頭青 阿 趕快 竟然說 怎麼會抗青 什麼理由 老白頭青之後 清掉的軍隊 要進來 轉救什麼 齁 要進來安兵 安兵 我們 台南有一個安兵 是 就是 提醒公開的 這個 這個 他個個鄉的 安兵齁 賀的 賀一個安兵 這是 福建的安兵 啊 受重 受重 要抵抗 但是他說 欸 你們頭的大人萬青 你怎麼 對抗我們 我們都是同胞 啊 結果 門開起來 萬青的軍隊 所以就 我們 安兵齁 騷殺 魯略 其中 做一件事就是 強姦 翁氏 翁氏 翁氏是誰人 翁氏是 庭仙公的老夫 他們老夫 自殺 所以庭仙公 就是 起兵抗青 這就是 人齁 你不能做了別 做了別 之後 後面會發電 很麻煩 現在就是主要是 要看 我們來看這個 講義 講義 看軟掉了就好 第一 第一 國家弱小 臣子權重於君主 勢力大於君主 可能滅亡 要注意 國家弱小 臣子權重於君主 勢力大於君王 君主可能滅亡 第二 不重視法規 只在意計謀 不理正事 只找外援 可能滅亡 我們說兩條 你後面 撩一撩去打 就知道 我們要怎麼處事為人 就會清楚 好 今天說得吃 感謝大家 請客 請客 走 前輩 請客 吃飯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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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請客 請客 感谢观看